下一章我们就是要分享耶稣他在世界里面是33年的时候 他是做了什么 我们看见他有群众的权道 对不对 他说会有很多人会听他讲道 属灵的分享 然后也有他的十个门徒 那其实在当中耶稣两个事情都做很多 但是如果要讲道带门徒的话 他还是跟他们真是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 很好的关系就是在一个关系环境当中 那会不会变成一个写教的聚会 那会不会变成我们一个人一会 然后我们玩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但是我们当中就是只是有关系 但是没有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其实关系环境是很重要的 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所以我写了三个重要重要重要 其实更重要是建立合乎圣经的一个关系的环境 那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有三个部分组成 那上面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三个部分 好 第一个 是以促进门徒生命为目的的小组 所以你看见有颜色的 第一我们以圣经为中心 那为什么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一起吃饭 但是我们当中没有神的话语 这个真的是变成人一会 那第二个就是到向灵敏成熟为目标 在当中我们需要一些灵敏成熟的带领的人 在当中可以到向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是在生命当中有改变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谈论 谈论生活为交通 因为今天我们从葛牧师一开始分享的时候 就讲到关系嘛 所以那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刚才杨希姆才说哎呀牧师他想讲的 牧师都讲 其实我的讲稿里面真的是有一句 是我想讲的牧师也讲 就是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很多关于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的部分 好下一张 所以我在这里的那个分享就是目标 就是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跟随耶稣 所以那个我们都知道了 好下一张 那如果有了目标以后 我们怎么去改变生命的那个有什么重要的要素 我们要改变生命 第一个神的话 其实这三个部分神的话 神的圣灵 神的百姓 都是回应之前我那个slide里面的 以圣经为中心 然后神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现在在讲 神的话就是在神的话 与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真是有一个 稳定在他的里面 稳住在他的里面 然后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单单 好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七七何何 可能我们能够 真的是建立生命的部分不多 那圣灵为什么要在当中工作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要做一个事工 我们都很努力 咬紧牙关 然后把它做了 但是当中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今天我也特别想提到的 神的百姓 当然又有改变生命 都是有百姓在当中 有弟兄姐妹在当中 特别在我们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碰到一些没有很可爱的人 好难去爱哦 其实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 有一个牧师 他就说 有一个门徒 真的是好多好多问题 但是他最后就是用祷告 用那个爱心去克服 然后我常常都想到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童工长 他就说 某某弟兄姐妹 好像一直都没有追求的很好 然后我就说 这些有一点不满意 但是我就说 如果我们常常都希望我们的牧者 有为父的心 有为父亲的心 那我们自己 如果在段中复习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有同一个的心 以及我们可以去爱 可以去扶持我们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神经觉得很难的时候 其实就从祷告开始 有些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 你就没有很关心我 但是他就不知道 其实我们就常常为他祷告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三个部分 就是可以改变生命 所以第一神的话 第二神的圣灵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关怀的 但是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一定要从 从上到下的文化 因为这一个部分 就好像今天牧师一开始 不是分享吗 学生学不会 这是老师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是从上面到下面的一个文化 全体 然后一个系统 大家一起去认同那个系统 一起去走 所以我们是一起同工 好 那到最后那个部分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总结 那我 讲得很快 对不对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所以那个我等一下再讲 我想分享一个 刚才高牧师就说 ABCD 就是小小家长 可以做关怀的朋友 然后朋友 跟牧道的 然后我就用ABCD来分享两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就是说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要回回那个家了 就是为她原本的家 然后呢 其实在那个之前呢 我们其实几个姐妹都常常一起 就是去吃东西 那去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但是刚好我们就很喜欢吃螺蛇粉 所以那个是螺蛇粉的故事 所以我有一些时候 从某一年开始 我就说 我们一起吃螺蛇粉 然后我们几个月在一起 吃螺蛇粉 去一个家里面 然后吃完以后 我们就一边吃一边 就听大家的 比起的生活里面的分享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说 好 我们分享够了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所以到最近这个姐妹 其中一个螺蛇粉姐妹 要回国的时候 前几天我们就说 她要回国了 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可以一起吃螺蛇粉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突然间我就想到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螺蛇粉 我们就因为同一天 七点钟晚上 我们把自己煮好的一盘 螺蛇粉 放在镜头前面 一起去吃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对方 我们放什么料 到时候大家介绍一下 自己放了什么料在里面 然后当中我们又这样子 一直在分享的时候 又这样子分享了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觉得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就是有没有关系的话 我根本就不想一起期盼 所以我觉得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很重要的 另外第二个的故事是关于 刚才讲到authentic 很真实的 我刚才听到张牧师说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软弱 放在弟兄姐妹面前 我觉得我真是可能太多软弱了 所以我常常都放在他们面前 请他们为我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我祷告 跟一个甘心主的姐妹的祷告 然后祷告完的时候 她流眼泪 我就觉得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她就说 Helen我觉得我刚才 为你祷告的很不好 因为她甘心主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她 然后我就说 这样子 我就跟她说 那你有没有真心的为我祷告 刚才 她说我有 我说你为我真心祷告 周已经是最好了 然后就是 所以我常常都觉得 我们除了可以服侍弟兄姐妹 也让弟兄姐妹 彼此来服侍 这样子的关系 才会长久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最近 她也是在 可以慢慢再带领一些 比较新来的人 我就觉得 其实这样子的 那个关系是最好的 所以我总结的部分 就是说 在关系 环境当中 我们带出 合乎圣经原则的门徒 最近常常又有神的话语 在当中 然后我们不要 就是被那个环境 所溃范 但是其实 从聚会 转化到栽培造化 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 那个 看这一本书 我觉得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 好像神在 让我检讨我自己 特别 我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在当中的关系当中的话 有圣灵在当中 我们才不会累 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很累 是不是我们为了责任来服事 我们就没有享受那种关系 我常常在团体里面 因为大家听到我有口音 因为我从香港来 他们都会主振我讲的话 但是我就很开心 那至少 他愿意 他敢这样子讲 我就觉得 我们就有那个 关系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要为彼此喝彩 就是为彼此去 得到 看见别人好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高兴快乐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是比起鼓励 一起 就是成为门徒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Helen的分享 非常的真实 那在我们的门群上面 就是真的是 我们是在 怎么讲呢 金鱼缸里面 在玻璃屋里面 可以允许别人来观看的 耶稣说你来同我住 我们也欢迎 那下次你吃螺蛳粉的时候 可不可以叫我们呢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交给永利直视 跟我们分享 卷起袖子 放手做 要解除静音哦 永利 好开了 嗯